如果要选出圈内的硬核武术指导 那曾子丹肯定榜上有名 2006年曾子丹受邀参演了龙虎们 并兼任该片的武术指导 由于剧本是根据漫画故事改编 因此曾子丹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将真实搏斗风格与其融合 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影片的看点 另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武术指导风格 然而电影正式开机以后 却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 由于谢霆锋和于文乐并非练家子 因此拍摄动作戏式频繁出现NG 甚至达不到设计的效果 但曾子丹却并未降低标准 反而更加追求精益求精 在拍摄九楼的群斗戏份时 仅一个踢腿的动作 就令谢霆锋整晚睡不着 子丹说cut 不够力 我不要你这么拍 我要吃下去 接着拍到第十三个剧道 子丹是收工 不怕收工 不怕 我干嘛放不去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并未令真子丹有所动容 此后只要是担任武术指导 动作戏基本都是追求完美 高标准应遇而生了诸多争议 甚至还被贴上了戏霸的标签 不过真子丹依然没有放弃 经过多年的坚持与努力 他的武术指导风格终于被认可 甚至连百亿影帝王宝强 都给出了中肯又真实的评价 你放心 他的动作出来 不会说拿不出手的 不会说透工减料的 他会要保持 他自己的动作上的这种品质品牌似的 做武术指导坚持原则 面对流言蜚语不忘初心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硬核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真子丹吧